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讯保障及监察法里面其实是有一些给予的地方 因为你们给予国家的一个整个安全 那说实在的在本期我们在司法委员会 我们对国安的这个部分我们其实也不想去碰它 我们希望说国家的安全是很重要的 但是因为你们把这个通讯监察的部分 是把它并在通讯保障及监察法里面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就是你们好像有定了一个情报通讯的一个监察法 但是这个法呢原来在两年前就已经立好了 那听说最近呢你们又把它车案原来送到行政院又车案 是不是已经有车案 保障委员我们只是战犯没有车案 好所以你们是不是能够尽速送到行政院送到本院来 因为我们希望是说我们在这个会期之前 你们能够把案子送进来 否则的话我们再修法不会等你们 保障委员其实你在前两天表态的意见 我们完全支持 我们大概这两天就会把正式的公函 给行政院要求恢复速审 好谢谢 好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关于就是服貌的问题 其实这个部分大家这个闹得沸沸扬扬的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看到说民间团体或是人民 其实最担忧的是在于说所谓的国安的这个部分 不是说人民不想自由化不想国际化 其实人民所担心的我们台湾这么的小 中国这么的大 然后今天门户洞开 那对我们国内的这些产业的冲击 以及呢我们所谓的国安 尤其里面最严重的当然就是所谓的出版 那出版里面大家所提到的就是说 今天我们很多的政府的刊物 那今天呢把这些的出版 就是今天出版业开放了 所以他们也能够来承接 所以当他承接政府的这些的刊物的编辑的时候 实际上所有的资讯可能就这样子流露出去 我不晓得说在我们国安局方面 在这部分国安我们有一个因应对策吗 王老委员 其实你也知道任何的开放 都有它的风险也有它的机会 那国安局基本上 这个这个我们有 我们没有办法对每一个个案 因为国安局没有那么多人力 对每一个个案来表达意见 那我们只能整整个 政府应该考量的安全的风险 国安局是基于我们的职责 我们是在主要 这个相关的会议我们都有提出来 但是基本上我们提出来 我们因为各部会也针对我们所提待的风险 他们有各自回去做过评估 那各部会告诉我们 就是说它这个 这种开放是一个有节制 跟有掌控性的开放 不是全部门户洞堪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就我的理解 就我参加了这个 这么多次的这个 政府单位对这个 无贸协定的这个省议的过程里面 我事早结论我们政府是 对各位所提的这个风险 是已经 这个是 他们是知道的 而且他们认为是可以管控的 但是就是说这个部分 他们的答复 其实整个一个民间团体 事实上大家是不满意的 所以我不知道说 所以我不知道说 因为其实你们在今天 这整个一个 国安的这个报告里面 其实也看得到说 事实上连公务员 他们是中共 无所不用其己的 在吸纳我们国内的各种的 各种管道 各种 包括公务员 今天给你各种的利益 然后到中国去进修等等 这在一般的人民 甚至连公务员 他可能连这些的戒心都没有 因为政府已经宣布了所谓的修兵 然后甚至的 就是说两岸的关系非常的良好 因此呢 连这个国君都觉得说 我们的枪杆子不想要对谁 所以当我们整个新房 全部都卸下来 甚至连政府官员 他们都不觉得说 这个有什么问题 可是今天国安是 你们国安局的主折 你们是主折的单位 所以看你们这个 这个秘密的报告里面 我们发现说 其实你们对每一样 其实是还严守在把关 但是对于福茂的这一块 我们好像看不到说 你们是不是真的这样的把关 还是你们只是提出来 各个单位说 没有问题 那你们就松懈了呢 还是怎么样 因为这个部分 也就是我们今天 为什么福茂还一直在 那没有办法让他通过的原因 因为最主要就是 当你这个国安的部分 你没有办法去解决 尤其像说 好在金融 对于个人 各资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就说到将来进来之后 整个一个 透过这个金融的 这个各资的 这个部分呢 整个一个曝光 那另外的 譬如说像这个电讯的 这个他们把 设置这个电讯的 这个业者进来 等等 所以这些都是 人民所担心的 那我不晓得说 你们只有这个部分 是不是能够严加的把关 不是只是 告诉公司 告诉政府 其他部门 然后他们听到了 知道了 好他们说好 我们今天有处理 那他们处理的方式 站在你们国安 你们是专业 以你们专业的角度 来看看说这样的一个 他们的这样一个措施 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 我们国家安全的目的 我只能给你报告 因为我们对某部门的 个案的专业 国安局是不足的 因为国安局 只有那么多人嘛 我们不可能每一个 比如讲 这个 竞技部的 我们比竞技部的熟 国科会的 我们比国科会熟 我们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会把 各界收集的 我们是情报单位嘛 情报单位就是 把所有该收集的资料 该 谈出来的风险 我们就提供给相关部 来提醒他 要考虑到这样一个因素 至于整体的 整体的 我只要出席那个会 我会 我一个基本的理念 就是说 我们要考量 我们是小地方 我们的承受力够不够 如果我的承受力够 我就可以做 我的承受力不够 就是要慢一点 或者是要有一些限制条件 有的限制 有的不要做 我一定都会尽到这个责任 我们可以提醒 受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只能给您报告 基本上 国安局这一块 我们就基于台湾的安全风险 我们会去 该讲的 我们一定会说 但是我也给您报告 我们的专业 也许我认为是有安全风险的 就他的专业认为 他没有安全风险 他是主折单位 我不是主折单位 所以 我有时候也只能提出一件意见 供他们参考 我不是一个最终的决策者 但是我会把这个意见 提供给 比如讲 有高层主持的会议 我会再来 表达我们的立场 最后还是要由 政府的相关的 有前责决策的单位 来做最后的派版 好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是说 因为国家安全 你们是最后的保管的单位 所以我们也希望是说 你们在这一个部分 我们会尽力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看在这一次的所谓 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这个部分 当然您也提到说 在这个第一个时间 那你们已经有向美国 向日本去报告过 所以他们也都了解 但是在整个一个国际的局势里面 我们看到说 不只是只有美国 日本 其实包括韩国 菲律宾 澳国等等各国 其实他们都会 都马上出来的表态 那这里就先说 好 我们私底下去跟美国 日本表态 但事实上 我们并没有对国际社会 所以对国际社会 他们会觉得说 我们是不是默许 我们已经变成 中国的一部分了 否则的话 为什么我们对这个 其他的国家 这么强烈的反应 我们台湾好像 无关痛痒一样 没有 包括委员 李拜一外交部长在这边 有谈到 除了美日以外 我们对国际职合来做 他谈得很清楚 因为这个组则单位是外交部 他在那边讲得很清楚 他有啊 我们有向国际发声 那另外一点我想要请教的 就是说 我们国家跟这个中国的 这个所谓的航空识别 去重叠的部分 那这一步我们怎么样因应 奥委员 我们基本上 国际部长在这边讲得很清楚 该我们的 我们还是会坚守 我们还有机会去做演训 你不应该进来的 你还是不能进来 你一进来我们就会 飞机就会升空拦截 我们的飞弹就会对准 我们没有改变 我们立场没改变 OK 那我们希望是说 这样的一个态度 也能够让国际能够更清楚的看到 否则的话 人家会觉得说 我们台湾为什么都不以回应 是是 会会 谢谢